安球最近 我都可以我這樣打扮 他為什麼可以這樣打扮 所以我今天穿的有沒有 就有後悔 但是之後有一天還比較大 他 5歲之前都還是跟你穿的 你很過分耶 賈靜雯開CMV 跟上烏桶妹性感解放 楊佑銘下令女兒 5歲前可穿比基尼 接下來有沒有自己 最想要挑戰的 請浴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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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我可以嗎 不可以 請浴室的話應該會 就是觀眾會有期待吃嗎 對 沒有期待把攝影機關起來 你看 大家都那麼就想看 老師 學院的學生嗎 學院嗎 學院的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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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寧今年雖然入圍金鐘 但是跟男主角獎擦身而過 事後呢 她在臉書透露 當天發了梅子給大家 殊不知金鐘就跟著沒了 只有剛好離席的雅蘭節 超過一劫 她要跳 安慰 她這麼優秀 我幹嘛要安慰她 她每一年都會入圍 每一年以後可能都會得獎 所以就只是等而已 所以 好幽默 對啊 我其實就是 那時候我一分給旁邊的人 然後吃 大家都吃得很開心 突然就有人說 你在現場就跟大家道歉 我說不好意思 看都分給你們吃了 真的不好意思 然後就是馬上轉頭 跟我的那個化妝師說 下次帶粽子 不要帶美子 你有最近嗎 欸 我都可以我這樣打扮 然後為什麼你可以這樣打扮 所以我今天穿的有沒有 我覺得OK嘛 我覺得年輕嘛 年輕大家都會有自己 想要秀奧的地方 所以不要說不可以 悠悠會不會擔心之後 有一天還長大 她把她包成粽子吧 她 你很過分耶 其實我覺得 關於女兒的教養 或者是 當然我覺得 她的一些打扮 我覺得 對 所以交給媽媽就好 我可能 只有在旁邊碎唸的部分 你剛剛今天也是碎唸的 還是老公的碎唸 感覺是秀耶 我也覺得 對啊 對 她真的滿碎唸的 媽媽跟女兒都是屬於 比較好正在同一陣線的 尤其秀的像教官 她有很多的規定 可能就是規範很多的原則 但是可能常被我們幾個女生 都被打破 你知道嗎 在座如果有做父母的都知道 心臟要很強大 然後可能跟下來的溝通 要非常的隱居 讓她們知道 這個世界其實是非常大 非常美好的 有不同的面向 我覺得只要她們年輕 開心 健康快樂就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